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而在跨境出口电商的星期间,尤其这两年以后 你看今天2021年的12月的,11月的29号 Omitron,就是新的这个在南非的这个变异变种 又出来了,这个全国全球很多地方就开始 马上开始封国了,不敢了,因为这个变异太可怕了 原来只有几个凸起,现在十几个凸起 谁知道他会不会花一下子几十万的 因为上次的Delta,这个原来躺停的那些人都不敢了 你看日本马上说禁止十四天内 以色列也是,英国也是,马上禁止了 那这个整一个的疫情,原来认为说 口服的这种,这种我们叫药物 或者说只是做两针的这种疫,我们叫疫苗 就可以去应付问题,现在看来 远远不如,那大家那么乐观 所谓的跟病毒并存的这个话题 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东西 因为如果这种病毒还是致死率没方法降下来 它的传染的,我们叫速度跟波及的范围 还是那么可怕 那很轻易就摧毁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跟经济体系 因为你说的是每天几十万人感染 你说的是每天几万人的死亡 这个任何一个时代是都不可能是坚持的 那同样,我们今天看到了整一个跨境出国电商 正是因为这个疫情,说要线下 被迫的要出让了它的这个在全球零售的份额 我们看到的跨境电商在过去这两年其实都被看好 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板块,一些赛道 像家具啊,户外健身啊,健康医疗啊 等等等等,远程教育啊 等等这些一直被看好 但是以前大家可能更加关注在2C端 消费者那边 我怎么去卖更多货 我怎么去做一个品牌商 我怎么去跟平台去做搏斗 我既跟平台去共存 我又在平台里面担任我自己的一个一亩三分地 变成一个独立的品牌等等等等 很多人可能关注这个东西 直到今年开始 整一个物流体系 从仓储、投诚、新冠、网头、港口等等等等 各个方面都在制约整个全球的电商零售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全球的基础设施 是那么的脆弱 原来我们所 很多人认为是非常强大的 这种基础设施 其实是那么脆弱 所以在过去这半年时间内 跨境出口 跨境出海的新基建 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被重视的问题 那这个新基建包括什么呢 包括从中国到海外这一段 无论是陆路、海路、空运 一个是在本地的、码头的、清关的、港口的、货车的、卡斯基的 还有就是本地的清关 对吧 本地的中转 包括尾箱的配送 还有像逆向物流等等等等 我们发现整一个的这个链路的点 都需要重新去检讨 并且根据未来几年 整一个pandemic可能持续恶化 甚至说一直这样震荡 在情况下 我们的全球零售 全球商贸的基建 跨境出口电商是高度依赖这种全球出口电商的这个 我们叫整个商配网 在仓储物流的体系 基建体系说怎么办 我们知道我们行业有一家公司 最近最近这一年 在这个中国的主流媒体 非常非常的这个火热 总理还给他去站台了 等等等等 还上了我们央视新闻 他打了一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就是跨境地上基础设置服务上 那京东 我说京东现在手上一张牌 终于打对了 七年时间了 七年时间了 东哥你终于打对这张牌了 京东最强的是什么 有人说京东最强是喝酒 对京东酒 我还太可怕了 有人说京东最强是那个 这个坦荡荡 那个词我不想说了 就是东哥的那个风流运势 不是 京东最强的是什么呢 是做渠道 对京东最强的是 是做渠道 你想想京东在海国内的 这个所有的成功案例 是不是他渠道 东哥的本身 他就是非常擅长于去做 2B的声音 而我们硬生生的把这种 Ctrl加C Ctrl加V 2B的模型复制到2C里面去 这也是为什么京东这么多年 在国际上面一直是 这个叫烟花满天 熄火冷人 啥都没有 就一地鸡毛 对吧 因为京东一直想去碰交易 一直想做2C的交易 直到今天 京东想明白了 我为什么那么多次 Ctrl加C Ctrl 福祉账贴 结果我在印尼 还算留下东西 我在泰国留下的东西 我在俄罗斯没留下东西 这也为什么 京东现在很果断的 拥抱了变化 去跟在俄罗斯 跟Yandex合作 给他们做B2B的 仓配跟商品的综合服务 这也是我们现在整个行业现在比较缺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跨境出海的新基础设施的服务商 这包括出口的这个海运 空运 铁路 这个公路 包括了在目的港的码头 清关 中转 报关 这个叫本地海外舱 还有专业的海外舱 还有不同的 真的大货的 真的小货的 真的飞标产品的海外舱 还有什么呢 从本地舱 到再到消费者的这个尾程 那最后这个尾程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五月份的时候 在讨论顺丰 俄罗斯的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曾经看过说 我们其实对顺丰也期望很高 我们希望在顺丰未来 能够完成这么个全球跨境出海 服务的基础服务商 在物流上随着 目前来看来好像没什么 太多的一个期待 还是那样子 但京东 因为京东在整一个进口这一块 已经有很多很多不错的沉淀了 那他现在把这张牌终于打对了 王炸出来了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所有的 跨境出海的服务人员 无论是卖家 还是一些基础的服务 一些普通的服务商 都受困于这种基础 新基建 他其实首先 他的这个本来只是四车道 他现在要求变成四车道 他只能一平同时走那么点车 他现在要开始走十倍的车 二十倍的车 甚至一百倍的车 那你这个四车道肯定不够 那除了横向的去复制这个赛道以外 你可能要开始考虑要分成重 可能要分不同的这种 我们叫这个速度 有省道线道 还有甚至开始要高驾路 对吧 甚至开始从普通的立皮火车 开始要到悬浮的这种高速列车 整一个中国出海 新基建服务商 其实是高度缺缺的 不仅是物流 还有技术 本地服务 资金 人才 包括整一个全球 多渠道的这个资讯顾问 我们尝试在做这一块 就多渠道这一块 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完所有人 那我们其实很高兴 非常开心 今天的京东终于找对了 终于找对了财富密码了 因为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一个支持 在过去这一个多月 我一直被问一个问题 就是阿米 我们2022年会什么样子 我借了一个 EDG 在夺冠的时候 不用那么词 我是这么说的 不破不利 今年的破 是打破了大家对跨境出口电商 这个叫凭运气赚回来的钱 凭实力输出处的这种幻想 打破了大家对跨境出口电商 无规则 也蛮生长 继续无也蛮生长的这种 叫妄想 打破了这个行业 对跨境出口电商 是人人跨境电商 人人都是卖下大妈的 人人都是不赚一个一步 是中国人的这种幻想 打破了主流媒体 我们刚刚我们之前说的四种宇宙里面 不同宇宙之间对彼此的这种 我们叫偏近 这个破很重要 而不利 那很多人问了 利从哪里来 因为包括亚马逊 包括伊贝战内 包括威曲 你看威曲天天 还被人家下架了 对吧 在欧盟被下架了 那包括一些其他的 那这个职域好像也 还不行了 是吧 虽然天天大家做虚印 但虚印一直没有站起来 而其他的一些好像都一直没有特别利好信心 为什么呢 核心还是那个词 黑五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流量 因为去年已经过度消费了 为什么今年这下半年 好像很多人是日报过 其实不是 有相当多人 还是相比2019年 还是稳定增长的 别人我不说 我所知道的 接触过到我的卖家不多吧 可能三五千 一万个卖家吧 直接找到我的 其他找不到我的不说 他们给我一个共同信息 就是我还都在成长 为啥呢 就看到公司规模人人不扣到 原来去年十个人 今年就变成五十个人 原来五十个人 变成一百人两百人 这是大部分能够的一个变化 那除了一些因为平台和规 被咔嚓哭噜的一些外 绝大部分人其实还是按照一个 少则双位数 多则百位数的这样一个增长 我说的是规模 那同时呢 大家会更加理性一点 不破不利 利的一个两个点 第一是 对未来的整一个风险 会更高的一个警惕 第二个是 对整一个公司发展 以利润为增长核心的 而不是以规模为增长核心的 这个点 我更加清醒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大家对于跨境出海的 这种新基建的服务上的需求 更加的迫切了 而正是因为这样子 京东 京东国际 这张牌 现在终于打对了 那是不是京东国际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不确定 我们刚刚讲了 京东的三个梦 一开始是梦起 结果断建俄罗斯 后面呢 就开始梦醒了 复制粘贴 印尼 泰国 总算留下一点东西 到第三个 在拥抱变化 拥抱了沃尔玛 拥抱了谷歌 结果发现 啥的东西都没有 是吧 到最后 现在很清晰的 梦醒了 我不想 不要再去想那些 B2C的事情了 我就很坚决 很坚定的去做 这个B2B的这个服务 我觉得京东这条牌 这边打对了 那它到底 能打到什么样子 因为讲的简单 京东开始做B2B物流 京东开始给 中国品牌出海 去做综合服务 那就回到一个问题 你怎么做 你凭什么做 你能把这个利益关系 理清楚吗 还是说这茬人 半年后又被东割 又被严肃咔嚓干掉了 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没见过的 是吧 我们见过好多个了 就京东 京东最大的变化 就是每一年的变化 京东国际 每一年变化 就是人都变化了 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说 她是京东国际的这个夫人 每一个人都 她手上有很多项目 每个人都说 你去给我搞吧 搞了半天 结果是什么都没吗 说实话 我对京东国际的 任何一方合作 任何一个人跟我谈合作 我都会打一个问号 然后我退后三步 我说你能待多久 我会问她这问题 你准备待多久 三个月半年 还是一年 然后我问她 你酒量多少 懂京东的人都知道 这两个次是什么意思 对 那 目前来看 京东国际选择物流这张牌 选择了做B2B托盘商 这个事情上 还是很惊喜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综合的一个变化的 那是不是 京东会自己来下堂 还是说通过它投资的 控股的 或者跟它有深度捆绑的关系 由其他的类似TP的方式来做呢 我不确定 因为你既然定义做一个基础设施服务商 你就不应该再碰 在上面的事情 你就应该沉到水底里面 做天下人的生意 做所有人的生意 你就服务所有人 而是上面 你怎么去实现这些一个个个 叫我们叫应用层面的 那京东现在定义自己 就是新机界的底层的 那应用层面的呢 数据层面的呢 在前端什么样子呢 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京东国际并没有告诉我们 那我们期待 当我们这次节目放出去以后 无论京东国际的朋友 还是京东国际这个体系里面的TP的朋友 还是已经跟京东 在基础设施上面有合作的服务商 商家 政府 组织 可以跟我们聊聊 你们是怎么看京东国际这块的这个动作 到底还是一个凑齐 还是一颇 我们叫走出声圈的齐 京东的一波三者 京东国际的一波三者 东哥看来想明白了 好 那我们今天关于跨境出海的新设施服务商 新极武力军 京东国际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更多关于这个新基建出海的事情 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跟我们留言 可以在弹幕留言 也可以在 你看到这条内容的这个这个频道里面留言 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跟我们去聊 好不 更多阿米跨境 更多的跨境电商案例上去 记得去搜索阿米跨境 我们的有更多内容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拜拜